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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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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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系给我的第一感觉 就像这刚下飞机看到的天空那样 宁静 祥和 说到星系不得不提到海 我经常会从宿舍学校的教学楼眺望大海 这里的海非常蓝 天气好的时候海天相应连成一线 冬天的时候海边浪会非常大 但是也别有风味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星系的电车 这是电车站 绿色的电车维持在铁轨上 从车厢内往外望去 可以看见星系的民居 这条河就是著名的信农川 星系有座迷燕山 以红叶闻名 每到秋天 当地人都会去到迷燕山赏红叶 山脚下有座迷燕神社 在红叶的季节也会举行菊花展 神社旁边有个公道练习场 许多游客会在这里驻逐逐观赏 迷燕山还是个登高的好去处 山顶的景色果然不同凡响 颇有依然众山小的感觉 游玩迷燕 我们还可以去北方文化博物馆 说是博物馆 其实是古时候有钱人家的大宅子 在这里可以饱览日本古代庭院的艺术之美 还有仙辈王国 跟中国的仙辈稍稍有点不同 配上抹茶 简直是太棒了 这是西西的特产 竹叶丸子 请大家一定要尝尝 新西大学 是新西县最有名的大学 这是新大的大学季 新西旁边有座岛 叫做佐渡岛 岛上产的鱼味道鲜美 做成寿司 让人赞不绝口 还有一些美食 带大家领略一下 最后想要带大家去感受的是 新西的傍晚 夕阳夕下总是最美的 放在这座宁静的城市 更是锦上添花 对了 还想要提醒大家一句 请一定要在冬天来新西 因为新西就是穿端康城 雪果里面的原形 这里的环雪场 绝对是你没有体验过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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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